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是6月17日 俄乌战争第479天 我们继续对俄乌战况进行报道与分析 首先发布一下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最新展报 昨天 俄军又阵亡了670人 今天最重要的热点如下 俄军连日侦查 却找不到乌军主力 据纽石报道 俄军在南部前线的反攻已如火如土展开 但令俄军困惑的是 每个战线上似乎都看不到乌军主力 目前各前线依然只有一小只一小只的乌军突击队在冲锋陷阵 乌军为大反攻而千锤百连处的一二十个精锐旅 完部队完全不知道藏在哪里 在酝酿什么样的雷霆一击 俄军越打心里越慌 于是连日侦查 但依然无法探得到乌军主力的缺陷位置 只能跟着乌军突击队在各个战线来回奔命 一会儿以为乌军的主攻方向是瓦西利夫卡 托克马克 梅里图巴尔 一会儿又以为马里乌布尔才是乌军的主攻目标 一会儿又发现乌军在顿列斯克的行动明显增加 似乎主攻方向又变成了巴格木特沿线 说说战场态势 一 乌军继续在巴格木特前线推进 不断夺取俄军阵地 巴格木特方向 俄罗斯军事博主们说 乌克兰军继续在巴格木特以北推进 随着乌克兰军现在控制着该地区的战术高地 俄罗斯在比尔基夫卡和伊海丁附近的阵地越来越暴露 熟悉当地情况的普里格金评论说 比尔基夫卡和北伊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二 来自俄消息来源称 乌军已开始在顿尼斯克州的前线地区 部署大量电子战系统 导致俄部队损失大量无人机 并因此推断乌军将有迫在眉睫的大动作 三 综合各方消息 昨天有很多消息来自奥利基夫方向 在因不利天气条件而短暂中断后 乌军终于恢复了一系列进攻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洛布科威周围 乌军采取了一种在加布罗勒前线 被证明有效的新战术 他们利用装甲运兵车 迅速将突击部队运送到了接触线 然后运兵车迅速撤退 而坦克则提供远距离火力支援 无人机操作员协助评估地面情况 由于俄军的战略是建立多个小型防御阵地 而不是单一的大型防御攻势 需要小型突击部队的高机动性 以获得最佳攻击效率 所以这种战术比直击的猛烈攻击效果更好 同时 乌军还使用美制远程反装甲地雷炮弹 在俄军后备部队必经道路上布雷 导致俄军后备军沿途损失惨重 哪怕抵达目的地也已丧失战斗力 无 昨天在利用新战术与俄军激烈战斗了两三个小时后 乌军成功将俄军赶出了皮提克哈特定居典的西部 目前双方还在激战中 乌军尚未实现对该地的完全控制 乌克兰军事官员17日宣称 乌克兰军队对抗俄罗斯侵略军的反攻行动已有所斩获 在南部发起进攻的所有区域都取得战术上的成功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则呼吁俄罗斯当局制造更多战车 来满足俄国部队在乌克兰需要 根据路特社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在每晚例行影片谈话中提到 每一名士兵我们跨出的每一步 从敌人手中收复的每一寸乌克兰土地都至关重要 就在泽林斯基直指反攻行动是当务之急时 乌克兰军队发布了这份最新的反攻报告 以及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死命抵抗的情况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在通讯软件上透露 乌克兰军队正在积极的采取行动 同时向多方挺进 马里亚尔指出实际上 我军在南部发起进攻的所有区域都取得战术上的成功 他们正逐步的向前迈进 目前各个方向推进达到两公里 在乌克兰东部战情方面 马里亚尔说乌克兰军队建立的阵地 正面临俄军队驱逐行动 乌克兰陆军总司令斯尔斯基稍早曾提起 乌东战局相当紧张 俄军将最好的师派往了巴赫木特地区 却有大炮及飞机支援 斯尔斯基在电报群上表示 俄军持续从不同的方向发动攻势 占领优势高地和森林地带 目的是迫使敌军逐渐退出巴赫木特郊区 敌军发现这点后开始死命抵抗 俄罗斯则声称 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已失败 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 令乌克兰军队蒙受重大损失 俄罗斯国防部指出 少尔谷在视察西伯利亚西部一处兵工厂的强调 有必要维持战车增产 并提升装甲车的安全性能 这对满足俄国军队进行特殊军事行动的需求 是必要的 再看看援助与制裁方面的消息 赫尔辛基委员会政策顾问保罗马萨罗6月16日透露 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新国防预算法案中有8000万美元 专门用于为乌克兰购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可达300多公里 是乌克兰一直在要求提供的大杀戏之一 如今随着F-16的解禁 它也被解禁了 将伴随F-16一起入屋 2.据波兰广播电台6月16日报道 波兰议会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支持乌克兰入约的决议 3.丹麦已同意在其空军基地培训乌克兰F-16飞行员 丹麦代理国防部长特洛尔斯·隆德·博尔森 在接受TV2采访时宣布说 与荷兰联合制定的计划规定 在南日德兰半岛的空军基地训练乌克兰人掌握F-16 该基地已经驻扎了丹麦空军的F-16战斗机 代理国防部长表示 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预计将在暑假后开始 不过 博尔森没有具体说明该国能接受多少飞行员 4.瑞典政府宣布了另一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条款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对乌克兰飞行员 和相关飞机技术人员进行JS-39的定向培训 既然现在同意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JS-39 那么将来总是要提供一些英式战斗机给乌克兰的 不过 由于JS-39在全球范围内的装备数量并不多 等这些乌克兰飞行员培训运接触后 哪国会援助JS-39给乌克兰呢 这似乎仍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 5.乌克兰得到了德国的另一项支持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宣布 将向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紧急提供64枚安截导弹 前一天 美国英国丹麦和荷兰已经宣布 他们将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 提供数百枚额外的防空导弹 交货已经开始 以往在几周内完成 视频最后 大雄想说的是 在评论区 额粉又死灰复燃了 因为乌克兰的反攻好像没有什么突破 特别是普京宣称击毁大量乌克兰鲍尔坦克 巴拉德里战车 乌克兰战死几千人 我感到非常好笑 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发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侵略战争打到现在 俄罗斯其实已经山穷水尽 四面楚歌 国际上孤立无援 国内矛盾重重 起义军揭杆而起 反对独裁运动此起彼伏 虽连他的私人武装瓦格纳都拒绝受便 四鲁大军钢铁洪流狼狈逃窜 转攻为首后 1922年3的失去哈尔科夫赫尔松等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靠送人头好不容易勉强进入巴格莫特 转眼又让乌克兰包围进攻 现在千里防线千疮百孔 乌克兰投入少部分的兵力试探性的进攻 俄罗斯就招架不住了 俄粉竟然兴高采烈 战争爆发时 乌克兰挺过来了最危险的生死存亡时刻 现在乌克兰兵强马撞 背后有美国 北约以及世界上 几十个国家的权力支持 乌克兰为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即将到来 乌克兰